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Benji工作室 在这个频道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录音和拍片的东西 今次会讲一讲HDR 首先戴上头盔 HDR 也是我自己上网 在看YouTube 将所有资料搜集 然后再研究一下怎样可以做到HDR 的效果 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回答你 怎样为之正确去做 可能有的, 但不是我 我也是搜寻了很多资料 去总结一下我自己怎样做HDR 影片 HDR 影片 首先我们要有一部可以拍到HDR 的镜头 即是视频 譬如有些是Sony A7S 系列 可以拍Log 有些是Panasonic 可以拍HLG 去到Batmagic 去到Batmagic 它那个叫什麽呢?我都不知道 Batmagic 呢? 我们要拍Braw 这件事 有个叫Braw 其实你拍ProRes 也可以做到HDR 我自己去总结一下 首先你拍的影片最起碼要去到10bit 我就这样看平时的影片的设定 事不宜迟 譬如你这部机已经可以拍到10bit 的视频 即是10bit Color 我们就再看看 简单来说 实际上是怎样为之叫HDR呢? 我都不能回答你 纯粹一个我个人分享的 我们要先看一看 先去看看这个画面 我现在拉下来 我们会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 Davinci 我首先说了Davinci 怎样可以剪HDR 如果大家用Final Cut 就可能留下集 否则就很长 如果就这样说的话 我首先会按下这里 我们在Half Dry 我们可以进入一些HDR的影片 我们随便放一些HDR的影片 应该它的设定会改变了 这些不是HDR的影片 这些是Braw 我用了5x1去拍摄 我随便抽出一些 例如有些是光一点 有些是暗一点 特别这两条 我可以说一下这两条有什么分别 首先我们 因为 你这样去拍一条HDR的影片 其实你很难去掌握到 究竟要怎样曝光 我自己试过 就 等会说一下我会怎样曝光 我们已经搞定了 我去回Timeline Timeline 我们只需要把其中一条影片拉下来 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 也不是HDR 我们现在这个Project 不是HDR 首先 我们要改变Project 到Project Setting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Color Management 我们要改变什么呢 想剪HDR影片 首先要改变第二行 有一个Color Manage 有DaVinci 接下来我们要改变 接下来我们要改变 色谱 即是颜色的 就是Project 的Pset Color Management 其他不用理 我们直接在DaVinci 选择DaVinci Y 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 我们要选择 到底想出现什么视频 好了 这里就有问题了 这里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知哪个 如果你想着 我可以谈一谈我的设计 譬如我们 首先 我最初就会用2020 我以为用2020 这个没需 按1000Lit 那便保留 大家会看到 色好像有些不同了 但是 这个也不是HDR 如果你用这个设计去外出 最后有个飞机 火箭 你打算外出 其实你是不能达到HDR 我们要怎样才能达到 用什么设计呢 其他我不说 我只是说我设计 我知道可以做到的设计 我们就要用这个 2084 1000Lit 2020 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我都很难准确地说 但可以这样说 这个大概是1000Lit 即是你的屏幕 它的色准是 即是光暗部 是根据一部 譬如你的屏幕有1000Lit 屏幕就可以正常地显示到 它要的光度 但是 我家里的LG 只有400Lit 其实当我们继续时 其实我们看不到正确效果 我平时会怎样看呢 就是 做完之后 上去YouTube 用一部iPhone来看 就准确了 因为iPhone最多 现在iPhone12可以达到1000Lit 我们就要这样选 其他的都不说 因为我都回答不了 我只是说我的设计 分享一下 好 你就会发觉 光光突然爆了 刚才没有爆 现在爆了 爆你不用害怕 因为这样是对的 到最后 你放上YouTube 用iPhone来看 其实这些位置是不会爆的 如果你的iPhone显示到是HDR 即你的视频是HDR 所以 问题又来了 如果这样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曝光呢 我就要讲一讲这里 譬如我们讲一讲这里 我有两条视频 我先进入第一条视频 然后再进入第二条视频 第一条视频 就很爆 第二条视频没那么爆 如果我们改变普通色系 即是外出的设计 我们试试改变 用一个正常的屏幕显示到的颜色 出去看看 这个是我的屏幕也显示到的 大家会看到 这个还是有个蓝天的 还没爆 这个就会看到 是再低一点曝光的 去到暗位再暗一点 简单来说 其实 我现在这条视频 其实我是怎样曝光的呢 就是 将那群马民调到75% 去到刚刚碰到 就是你拍片的时候 刚刚有那群马民 然后再收一点点 总之刚刚碰到 在那个 曝光位的区域 75% 就是这条视频的曝光 接着 我第二条视频 就将它调低一点点 看下去就舒服一点 即是拍的时候舒服一点 但是 其实 照计 如果我们用HDR拍片 其实都是有个理论 叫向右曝光 其实我们尽量向右曝光一点 应该就没问题了 总之我刚刚教到它不曝光 在曝光之前的那一级 这个就真的要自己去 摸一下怎样曝光 因为我最初都是乱来的 后来也总结了个心得 就是尽量拍光一点 不怕 总之推到它最光 光到 不要过那八万万量 其实有都没问题 我觉得HDR应该吃到 但这个真的要自己研究 你现在看到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两个曝光 这两个曝光很正常 但是我们一转回去 你想出现的HDR拍片 就不是这样说了 对了 就会立刻看到爆发了 你不用害怕 如果你这条是HDR拍片 你放到YouTube 如果你那部机能支持到HDR 看上去都是正常的 如果你的那部机不是HDR 怎麽办呢 YouTube 就很聪明了 它就不会给你HDR片 它就刚刚做到两者都平衡到 其实你拍了一条HDR片 其实是什么机器都可以看的 如果你放在YouTube 但你放在自己的部机里看 就可能真的爆发了 因为你的部机没有支持HDR 这个就要自己去看看 接着再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件事 我们这些视频 你怎样可以得到的资讯 因为有一件事都挺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条视频 究竟是 是否是HDR 你可以看下这里 这里先移过去 我们会在这边 这个Medium Pool 你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形式 BRAW BRAW 我们要找到这条影片拍摄 去哪里呢 去哪里呢 BRAW 我们还未见到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要在右键 去到色彩 BRAW BRAW 你可以看到 我们先把这条影片拍摄 BRAW 对了 BRAW DRAW 你会看到 我们拍摄的BRAW 全部都是16B 如果你是 用ProRes 拍摄 就会有10B 10B也可以的 我试过了 所以 如果你用 BRAW 拍摄 BRAW 它能够出来的 究竟是HLG 还是PL 还是LOG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上网找不到资料 它没有这些名字 总之 你将它拍摄出来 原本本16B 即16B的Bit Depth 颜色 它便能够出现 当你出现时 你只需要选择正确的 选择 它便能够出现 出现时 你可能会转 改变格式 转到ProRes 正常来说 到时就会剩下10Bit 你16Bit 怎样使用呢 我还未研究到 我再说 接着 我们就 当我们完成了 这两条影片 其实真的什么都不用搞 如果你真的要搞 你可能真的要出现一次 试试 缩短一条影片 我们缩短一条影片 这样出现 缩短一条影片 缩短一条影片 然后出现 就可以 放上YouTube 去看看效果 如果你用iPhone 或者我现在这部MacBook 16吋 都可以看到HDR片 你用你平时习惯的那部 看看有什么效果 其实是OK的 你才会再拉长 整条影片 否则 你删除HDR 有时可能要过两个小时 才能出现 那条影片 即是在YouTube 好了 我们进行出现 在出现 我们要如何设定 当我们现在剪辑 这条是 这条也是 你看看 天空爆了 其实是没有爆 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Bag Magic 拍摄那部机 你没有开吊 就这样看 其实它也应该没有爆 所以那个所谓宽容度 其实就是说 它可以吃到很光的位置 和很暗的位置 但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尽量向右曝光 如果以我所知 即是我上YouTube看的话 我们尽量向右曝光 出来的画面 应该不会太差 尽量可以这样做 就这样做 如果不行的话 你直接放个激烈 有些位置真的很爆 你要放些激烈 尽量把暗位也拍光一点 你就会得出一个比较好的画面 我们要怎样做呢?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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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QuickTime 还是Apple ProRes 不是 出现要怎样做呢? 你要选择Format 就是QuickTime 你可以选Apple ProRes 我当作422 然后 还有什么选 其实应该没有选择 你就能够出现 我们最要紧要记住一样东西 你要选择这三样东西是对的 有一个 YRGB ColorManage 第一项就是这样选择 第二项就是YGamut 这个Davinci 第三项就是这个 这个设定 其他设定都可能可以 但我不知道 我也是用这个设定 可以取回1000 现在所有HDR 都是在1000nit的光度状态之下呈现 当然每个屏幕都不同 有些400有些600 你自己再考虑 我们可以选择这几个选择 选择 如无意外 是出到HDR片的 是出到HDR片的光度状态之下 接下来我们按 你不用理会 1080也可以 HDR 1080也可以 不一定是4K 你可以选择4K 记住在Project那里改4K 在Project那里也要改 然后你选择出来 第二个 这个是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格式 也试过的 就是HDR HDR 好像更近磅 这个就正确了 这个有12bit Project就只有10bit 你便选择12bit 12bit 就这样计算 大小的大小 好像大成倍 所以你留意 一条片 可能一分钟已经10G 如果你变成了一倍 一分钟已经20G 大得很惊人 所以要看自己的需要 是否真的需要12bit 12bit到YouTube能否吃到 其实我都不太知道YouTube 可以吃到多大的格式 这些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参数 因为够用就可以 我的钟子也是够用就可以了 不用理会太多 技术参数 其实我偶尔会上网再看 但不会特意记 你知道我想怎样做到HDR片 便足够了 怎样拍得好些 其实我也没什么机会 现在疫情又不是太方便 经常出街 其实我也想试试拍夜景 因为现在看HDR 最漂亮的HDR片 那些都是普通人拍的 在东京的晚部的人自己拍 我觉得那些 如果我拍到那些都可以 都很满意 怎样可以用到 MacMagic 4K 即是Pocket 这部4K可以用到尽力 我想最极致都是拍HDR片 如果可以做到很漂亮的画面 其实这部相机真的不贵 即是一万元左右 现在最新出了6K Pro 其实如果给我 我宁愿买多一部4K 因为我要拍一些音乐视频 我想有多一个镜头一个角度 这样便会灵活很多 你给我6K 也未必用得到 因为我上网看 如果你拍4K 会变成装 其实是有些鸡肋 即是你每次都要拍6K 当然 有些人喜欢有大拍大 但我也是那句 我够用就可以了 HDR 今集就讲到这里了 在Final Cut 如何做 看看大家是否真的需要知道 因为Final Cut 不是很难做的 反而大Vinci 很多人不太知道的设定 我今次只是分享我的设定 你说是否一定正确 大家真的不要尽顺 可能要上网再找一些资料 即是可能基于我这个方法 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 好 今集就到这里了 记住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是不错 就赞好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分享给喜欢拍片的朋友 我主力也是喜欢讲后期多些 如果讲器材 都会有很多人讲 我也觉得器材也是工具 最重要是你的技术 好 先这样 拜拜